反习反党,老邓开讲,各位朋友好,见到你们格外亲 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河泄漏 因为河泄漏非常严重,河泄漏的地点又靠近中国东北地区 影响到我的老家,我的乡亲们 所以我们要追踪呼吁,关注这一严重事件 已经有自媒体对这件事进行跟踪追近了 而紧急情况部官网宣布 因河泄漏引起的紧急状态覆盖两个边疆区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 海三维距离浑泉是340公里 哈巴罗夫斯克距离福远线是65公里 距离哈尔滨是700公里 关于河泄漏的原因 俄方给出的解释是 一座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出现了事故 导致了核泄漏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重点地区有3个 秋古耶夫斯基市 斯拉维扬卡镇 奥布卢西耶区 滨海边疆区重点有3个 乌苏里斯克市 阿尔乔姆市 海森委 核泄漏覆盖的范围比之前的报道扩大了很多 几乎包围了半个东北 而我们凌压力尺的专家没有一个人出来解释 这样的核泄漏会给中国人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我们如何预防和应对 关于这次俄罗斯核泄漏 中共的官媒一再说没有问题 胡锡进也发文说 中俄边境城市核辐射超标1600倍的时候 没必要小题大做 超标1600倍都没必要小题大做 那超标多少倍呢 超标16000倍 网友说 日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排核汇水 却招来一片谩骂 而俄罗斯核泄漏造成的核辐射 超过1600倍国内媒体装聋作哑 禽兽不如的东西 还有的网友说 起码有九成以上的俄粉 就问你服不服 俄粉表示这是有立场 正义的可以吸食的核泄漏 中国的国家核安全局也表态了 说俄罗斯的放置性污染 未对黑龙江省造成影响 是良性核辐射 中共只认俄跌朝跌 这俄罗斯和朝鲜都把核涉石放在中国的边境 网友说 俄罗斯为什么在俄东南边境建核废料存储厂 就是挨着中国 因为这里常年刮东北风 核污染物一点也漂不到俄罗斯的本土 若在俄西北边境建 正好漂向欧洲 欧洲为民众利益肯定会强烈反对并反制 若建在俄西南边境 则会漂向土耳其和中东 中东为民众利益也会强烈反对并反制 若建在俄东北 正好漂向俄本土 俄肯定不会那样做 唯独建在俄东南边境 核污染物不会漂向俄本土 只会漂向无上线合作国 大俄直到无人反对 也不敢反对 大家还是要关注这次核辐射 一旦要受到核辐射了 身体会出现几个变化 第一是恶心和呕吐 第二是自发性出血 第三是感染 第四是脱发 第五是精神萎靡 第六是出血性腹泻 第七是皮肤脱落 第八才是死亡 核辐射目前依然是人类无计可施的一种疾病 大家千万要小心 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 4月5号就进入紧急状态了 核辐射超过正常值1600倍 实际上泄露三月底就发生了 开始没有引起俄方的注意 但后来越来越严重 辐射升高 才不得不启动紧急状态 中国媒体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老毛子把核辐料堆积在距离中国边境很近的地方 金三胖在黄海进行核试验 对于中国人这些事就像没发生一样 哈巴罗夫斯克距离中国只有几十公里 走在市中心的阿姆河边 都能接触到中国的手机信号 这里发生核泄漏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可想而知吗 中国继续发生开车撞人事件 很少发生此类事件的深圳也发生了 在深圳的华强北 发生了一起开车撞人事件 也是事件发生不久 我就立刻有人发的我爆料邮箱相关的视频 大家看着现场非常惨烈 还有4月11号 六盘水市中山区明湖高架桥海信广场路段 发生一起开车撞人事件 罗某某驾驶一辆越野车 开车冲撞中学生 致多名中学生受伤 官方说经送医治疗均无生命危险 而且经过排查驾驶人罗某某不涉及酒驾 独驾和个人极端嫌疑 事故系驾驶人罗某某操作不当导致 目前驾驶人罗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又不是酒驾独驾 又不是个人极端恐袭 只是操作不当 中共直接就把这个人给脱罪了 他什么事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控制他 又不是故意装人 又不是酒驾独驾 中共为了遮脸 为了粉饰太平 不惜在这块替犯罪嫌疑人脱罪 还有故意开车撞同事的 是一个女的 是洛阳的 也是4月11号发生 现在汽车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武器了 这种事件层出不穷 还有中国发生了多起爆炸案 失火案 沈阳又发生了一起 居民楼连失火带爆炸 把一个小女孩从楼里炸出来了 炸到街上 非常惨烈 还有重庆 也是军面楼招大火 官方都说没有伤亡 有的干脆就不报 此类事件层出不秦 说明社会利器深重 整个社会现在干柴遍地了 惨烈的大火即将燎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爆料消息说 习近平的军中贴身大秘 钟绍军 已经任国防大学政委 不过中共官方尚未公布 钟绍军职务变动的消息 这条消息是香港合同社 4月3号独家报导 它报导称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 钟绍军 已任国防大学政委 这个合同社 是被世卫中共的大外宣 他放出了这则消息 应该是准确的 公开资料显示 先年55岁的钟绍军 是习近平在浙江上海 和中共中央工作时的 长期贴身大秘 曾跟随习近平十多年 习近平上台后 2013年6月 钟绍军空降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兼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 2019年晋升中将 钟绍军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 现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主任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钟绍军兼任国防大学政委 他现在是中将 那就会晋升上将 钟绍军负责习近平 政治军事安全的 诸多关键敏感工作 其重要性远超蔡奇和李强 作为军委办公厅主任 钟绍军综合协调军内总体运作 同时监管中央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实际上是 钟绍军在管的 与此同时监控并操控 军内高级将领的任免调动实权 参与平衡军内大安要安的查处 钟绍军的本职是军委办公厅主任 属于中将的位置 如想提拔上将 应该换一个需要上将军衔的职务 国防大学校长及政委都具有上将军衔 刘亚洲就是国防大学政委的位置上 被提拔为上将的 习近平不想钟绍军放弃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位 但为了提钟绍军为上将就搞出让钟绍军兼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方案 也算煞费苦心了 显然习近平希望复合程序 按上规矩办事 以掩人耳目 避免舆论说三道四 钟绍军兼任国防大学政委 意味着他军衔再次晋升 从中将升到上将 他2013年从地方空降的军队 军衔从上校到上将 也不过十年之间 十年就从上校升到上将 钟绍军是习近平的军方的幕僚长和眼线 过去十年 他帮助习近平清除军中政敌 是习近平最信任的秘书 习近平2002年刚到浙江时 钟绍军就在习手下工作 算得上是习近平支江新军的主要成员 习近平对军中老将基本上都不信任 在严密监控之下 使用一段就会抛弃 唯一信任的就是跟随他20多年的钟绍军 此前习近平重用过空军将领 但去年将空军上将 原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重判无期之后 空军将领被重新洗牌 曾任中部战区司令的仪小光提前退役 军委副主席空军上将许其亮也被削取权力 到点退休 前空军司令丁来行被抓 而李尚福和火箭军的大批将领更是遭到集体整肃 还有爆料说在2018年左右习成立了专职的暗杀部门 叫军委行动局 中共一大批的人 包括军队里的一批离奇死亡的人都跟军委行动局有关 如果这一机构真的存在 可能权力就在中少军手上 军委行动局就归中少军主管 我昨天参加了一期电视台的政论节目 在节目中我们几个人讨论到了中共即将要于六月份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在这次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和中共可能要出一些大招 有一些很明确的信号 中共要搞新一轮的大动作 中共自己说有可能是历史性的 这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小但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中共财政部跟美方特别提到 中方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急促 这也是今年第三次这么说 前两次分别是三月初的两会上 习近平在江苏代表团上就提到了 今年要试试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急促 第二次是三月底 中国发展论坛以后习近平会见 美国工商界代表的时候提到了 两个月三次提到 这频率有点高 场合也算隆重了 看来全面深化改革可能真的要来 有可能是三个核心方向 一个是新制生产力 再一个是要搞什么高水平对外开放 再就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我们讨论了 无论中共提出什么新的花样 什么放什么大招 现在都是饮阵止渴 甚至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因为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经济的问题 你经济上放什么大招 现在都没有用 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的问题 如果不回归政治改革 甚至是如果习近平不下台 你这些问题现在全都解决不了 都是没有用 我接到一个爆料消息 这个人说他是亲马人士 就是近马人士 跟马云很近的 马云的熟人 他说马云前两天在阿里的内网上发了一篇文章 马云在内网发声公开就提到有错误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不知错 不认错不改错 网友当时就说马云说的是公司吗 说的是不肯认错的傻子吧 大家都看得出来马云说的是谁 有错误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不知错 不认错还不改错 马云说的就是习近平 指丧挂怀 直接就是在骂习近平 前一段英明洪不是发言吗 批评中共批评习近平 现在马云又站出来这样说话 这两个大盘民企老板 实际上都在发泄不满 都在骂习近平 但是骂有什么用呢 习近平又不听 搞不好这两个家伙还会出事 现在世界舆论都在关注 以色列和伊朗的局势 伊朗最快几个小时之内 可能就会攻击以色列 外媒报道说为了报复 以色列一号袭击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伊朗正在筹划 攻击以色列的行动 可能最快在24小时之内 发起行动 打击以色列的机场 核能研究所 发电厂等民生设施 华尔街日报11号引述消息来源报道 伊朗已经逆定好了计划 最快24小时之内 对以色列南部或北部发动攻击 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等多国家 都紧急预警 告诉自己的公民 不要前往伊朗和以色列 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部长 贺奇·哈莱维 他已经下令 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 随时要反击伊朗 一旦伊朗、以色列开战 我上期节目就讲过了 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中东大战开始势必冲击石油市场 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更接近爆发了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不断蔓延发酵 烂战更是盘根错节 主要原因之一 是中共从上到下官商勾结 有分析指出 中共前司法部长唐一军被查 可能与恒大与银行间巨额不良贷款有关 房地产危机正蔓延到中共最高政治权力的核心圈 牵扯到习近平身边的浙江帮 习近平通过反贪腐运动打击政敌 现在主要的党内竞争对手已经不存在了 但习近平要靠敌人维持组织内部的团结 于是派系内部爆发战斗 现在习家军内部爆发内斗了 眼下浙江帮成员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犯下最小的错误 一旦被认为不如其他人对习近平忠诚 后果将不堪设想 日经亚洲最新的文章写到 中共最高反腐机构4月2号宣布 63岁的唐一军因涉嫌严重违绩被立案调查 换句话说唐一军已经被彻底清洗了 唐一军曾在2020年4月到2024年1月担任中共司法部部长 出事前被贬任江西政协主席 唐一军突然落马令外界感到惊讶 因为唐被认为是郑江帮中有影响力的成员 郑江帮成员正担任中央政府和党内的重要职务 包括总理李强天军市委书记陈敏尔 中共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英勇等等 一些中国媒体暗示唐出事可能与恒大有联系 但是中纪委尚未给出官方解释 浙江帮在中共政坛一度风光无限 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 随着习近平打破党内规矩 开启第三个五年任期 并且丝毫没有退休的迹象 一些观察人士指冲 习已经开始着手削减习家军 因为他意识到习家军内各个派系的成员过多 实际上的确不可能让所有浙江帮的成员 都得到不断提拔 随着习近平全力集中 其政权内有意义的职位数量逐渐减少 在此前十年时间里 习一直在通过反腐败运动打击政敌 这样一来主要的党内竞争对手已经不复存在 但一个明显的敌人对于维持组织内部的团结 始终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 如果大部分或全部的敌人都被消灭了 习家军派系内部爆发内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家帮成员现在不能有丝毫的放松警惕 犯下最小的错误 或者让自己被认为不如其他人对习近平忠诚 否则都恐面临无法预料的命运 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稍早前4月2号下午 中共当局宣布了唐一军被查的消息 4月4号财新网发表了 题为暗起恒大辽宁硬播唐一军硬核被查的报道 披露部分案情内幕 不过这篇报道很快就被删除了 财新这篇文章被删除 原因可能是有后遗症 一定是牵连到上面 问题是牵连到谁 现在习身边很多浙江帮的 蔡奇是福建帮的 这些事情一抖开 可能会牵扯到最上面 所以有人其实踩刹车删除了这篇文章 这个问题被认为是禁忌 因为北京尚未提供任何抓捕清茶堂的官方理由 而当新闻报道出现以后又突然被消失时 有关中共正在发生和计讲发生事情的线索 就被留下了 这些关于唐一军挥之不去的花絮 可能表明习近平开始采取行动了 问题在于对广泛认为是 郑家帮中有影响力的成员的唐一军的调查 是否会夸大到他担任辽宁省长期间的房地产和地方银行的问题 如果确实如此 这次打击行动可能会揭示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和金融部门深层次的问题 可以预见唐一军被整肃背后的真相不太可能公之于众 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其他部级官员的案件都是先例 这些习近平身边的红颜人被清洗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但外界仍然不知道清洗的具体原因 距离党的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更多高官神秘倒台都可能会随时报国 新闻报道也会消失 与此同时政治阴谋戴戏内斗却在幕后紧张进行 欢乐环节让我们看一段视频 吃的苦中苦伺候人上人干一行恨一行 360行行行都骂娘 孩子立志出相关电子厂里上夜班 比我优秀的人都在努力 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 车到山前没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成 输在起跑线总比输在终点的好 省得咔咔的一顿跑 风雪压我两三年 两眼一闭我长眠 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没有机会别瞎准备 学而不思则亡 思而不学则爽 正义都能迟到 为啥我上班不能迟到 失败是成功之母 可成功 他却留亲不认 青州已过万重山 低头一看 我没上船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不努力一定轻松 先苦不一定后甜 但先甜 那肯定是甜了 如果年纪轻轻 就只知道贪图享乐 等你老了 你就会发现 这基本上就没啥遗憾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